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开始媒体说出是大S透露 她和王小飞在办理离婚手续 男方也行不予置评 婚姻十年一生唏嘘 想王小飞求证的时候 她说自己不知情 和小S经纪人联系 对方说不方便透露 这个时候就能够看出女方是主动的一方 更是想要离婚的一方 男方是想要复合 或者想要继承婚姻的 事情持续发酵 婆婆张岚直播说 儿子儿媳好得很不会离婚 大S这边开始回应 大S妈妈说女儿 说的是气话 我会劝西元 西元和小飞都放心不像小孩 我会要他们夫妻俩先忍一忍 大S经纪人 廖伟齐也表示夫妻俩就是吵了一架 哪对夫妻不吵架没什么事 妈妈和经纪人的观点一致 不建议离婚 王小飞也开始回应 因为实在担心家人 昨天说了一些不好的话 特殊期间确实情绪容易激动 希望大家能够平安健康 其实能看得出来 王小飞是求和 关键是一票 还在大S手里 有网友翻出了2015年 王小飞到康熙来了 节目上受采访的片段 当时蔡康永犀利的发问 你们两个人起争计时 会猫出 那离婚好了这句话吗 引起了搭档小S当场变脸阻止 并接着说 我姐蛮爱说狠话的 马上阻止蔡康永继续提问 据悉 王小飞坦言自己因工作需求 常常离开台北 飞到内地工作 然而大S常常会打电话 关心她什么时候回台北 让她无形之中有些压力 蔡康永后来更是向王小飞提问 会不会发生 大S不陪你到内地去 宁愿留在台北这种事情 再度引起了小S的注意 变脸等她 并坦称 这也是他们常常的小争执之一 要知道大S和王小飞认识49天 竟见过四次面就闪婚了 那个时候的王小飞 盯着金城四少的名声 和刚女张雨琪的事情 闹得沸沸扬扬 转而娶了同样强势的大S 谁知 大S遇见王小飞就变得 柔弱少女了 还说 我就觉得我要跟她生孩子 我要为她下厨 甚至放弃一切 这么多温暖又热烈的誓言呀 王小飞十年婚姻 也把好男人的人设立住了 个人账号上 善女儿老婆是常态 夫妻俩参加 幸福三重奏 大S的拨虾论 瞬间冲杀 热搜 说什么自己从来不拨虾 如果王小飞不拨 她宁可不吃 骑自行车的时候 因为王小飞没启吻 她会大哭 做女形象 一览无语 这大概就是撒娇女人 最好明白 一关强势有主意的大S 婚姻里是被宠爱的小女人 反观小S 在圈内 以开放婆娜著称的小S 生活与迎拼前的形象很不同 在圈内 女星婚婚晚婚的情况下 她在2005年就和徐亚金结了婚 婚后 结列生下了三个女儿 为了丈夫生三个孩子的女人是可敬的 可这似乎并没有 让她的婚姻生活看上去十分幸福 明明在家里是小公主 嫁到夫家 却要大包大烂扛下所有委屈 老公和陌生女子喝酒漏街 她说老公朋友多 老公和公共投资做面包 谎称全天然 让小S站台帮宣传 谎言被戳传后 道歉的人还是小S 而且都是21世纪了 小S很经常表达想要儿子的情绪 更有甚言 认为小S一直活在男孩的阴影当中 6月1日时 她还曾罕见地发表婚姻观 希望未婚女性不要随便结婚 宁可享受单身自由 偶尔寂寞也没有关系 但不要乱结婚 看到小S却未婚女性 结婚要谨慎 我破防了 小S作为已婚女性 说出这番话 真的是肺腑之言了 婚姻这个东西 真的不是开玩笑 宁愿单身 享受自由 偶尔寂寞也没关系 不要乱结婚 这话既然是一周 酷口婆心的劝诫 也像是某种隐晦的自成 那么多次公开护肤的小S 终于好像也能半公开承认 自己婚姻有一些 一言难尽的部分了 这并不是第一次了 当年林志玉结婚的时候 小S在婚礼仪式现场 说的那些话 和现在也有相似重合的地方 先是很客套的祝福新人 然后话风一转 幻影下落 婚姻这条路 真的是 蔡康永看到她的失态 立马接了一句 很好走 但她没有顺着蔡康永的台阶 往下走 又失落又慷慨的说 回忆这条路 真的是难免会有 想握拳的时候 再结合她今天讲的一些话 就是在说一个很老套 也很朴素的道理 和一个不好的男人结婚 十几年后人生 就只真下这种心酸和欲言幼稚了 连人见人爱的大S都如此 更何况风险能力很差的普通女性呢 最想说的还是 她的甲宝传闻真的令人心酸 她带着三女儿直播 老三跨完妈妈漂亮之后 用手拖着她的脸问 这里疼不疼 让爸爸打坏了吧 然后她匆匆结束了直播 再同年 老三的生日愿望是 我希望我们三姐妹 永远永远不要结婚 一个六岁的孩子 能讲出这种话 在某种程度上 也反映了她父母的婚姻关系 糟糕到了什么程度 还有一次 吴奇龙和刘诗诗 婚后首次上节目 她调侃吴奇龙 两年以后 你再看刘诗诗 你看她 你想不想打她 她多说一句话 你都想说闭嘴 听完这个叙述 我就很迷惑 就算婚姻关系不好 为什么小S联想到的就是 男方要打女方呢 婚姻不好就是不好 为什么要打人 然后吴奇龙立马反唇相击 这是你的经验之谈吗 还是说你真的被打过 小S立马挣住了两次而已 这一段本来是开玩笑 但你也能从两人的微表情里 读到一些什么 特别是她说两次而已 这种欲言又止 就像她的婚姻 充满了不可说的失落感 近年来 她偶尔会发一些 情绪崩溃的视频或直播 边哭边感慨 最令人窒息的 还是她在节目里 透露一些婚内小事 小S对自己一贯节节 一个包包背十几年 从幸福三重奏背到 小姐姐的花店 不但自己节节 对女儿也很节节 她自己也说 三个女儿都要穷着养 穷养富养 其实是观念问题 穿着是否干净得体 才是最主要的 可是小S的女儿们 穿着也的确是一言难尽 和时尚新二代 完全不沾边 甚至比乡下孩子还要朴实 如果非要说是 嫁入了豪门 我是不幸了 最大的可能是 小S自己赚钱 自己养孩子 所以要控制支出 要不奶奶早就要出售 给孙女买东西了 为了显示恩爱 小S也不会放过 这样的机会 她家的装修很冰冷 她抱怨说每次家里来客人的时候 连坐在一起 好好聊天的桌子都没有 她和老公沟通了六年 最后神无客人终于爆发 如果你今天不给我一个木质餐桌 这个家我待不住 这样爆发了之后 她终于有了一张木质餐桌 即便是普通人都很难想象 女主人想要一件家具 竟然需要长达六年时间 不间断的征求老公的意见 同样是两姐妹 一个被宠着却要离婚 一个被无视还要坚持 其实归根到底 是两人的性格不同 大S在外一直是一个独立女性 她刚直强硬 说话从来都是思路清晰 逻辑严谨 最主要的是以姐姐的身份 一直保护着小S 小S在姐姐的保护下 形成了依赖 没有了大S 她还有蓝颜知己 蔡康游 一个是独当一面的女人 一个是依赖性女人 所以选择必然不同 如果可以选择 宁愿做大S这样的女人 独立过断 做的时候有人愁 可现实是 大部分女人活成了小S 隐忍客气 只求一个外表的圆满 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除了不要随便和人结婚 辣妹还有个建议 遇到不合适的人 勇敢离婚 我们在婚前 或许看不清一个人 到底是人事鬼 但如果在婚内 才发现这个人不行 那就别拖了 勇敢点 到了这个年代 无论是明星还是普通人 大家听闻离婚 都会下意识地 说一句恭喜 这就说明 大家越来越不把离婚 视作一种失败 而未来可期 倒成了余生漫长中 一种新的确定 从前恨家自卑的阿娇 在离婚后 竟然透露出 前所未有的松弛感与自信 在新的综艺里 她微微变胖 但是说起话来 没开眼笑 还会插颗打混 夸自己漂亮 有人说 这完全就是中年妇女 但更多的人是包容 觉得她胖了就胖了 只要开心幸福就好 健康最重要 看着她今天的模样 有的人会说 这是离婚后 心情低落才这样 但我认为 她现在更松弛了 是想通了 能自信地 胖胖地出现在荧幕里 说明她变得没那么紧张了 从不好的婚姻里 解放出来 人都会有一种 劫后余生的松弛感 在某种程度上 离婚像是女人的复活时 当然辣妹今天 这个视频的目的 并不赞成大S离婚 亦或者逼迫小S离婚 我也没有这个能力 只不过是觉得 女性实在太不容易 希望所有的女性 都能够决定 自己婚姻的自由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辣妹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会持续为您 带来更多明星背后的故事 谢谢大家